今天要分享的中翻音陷阱 是我在多年的教学期间 不断的看到大家会常犯的一个错误 也就是把even这一个字 误认为是虽然的英文 even这一个字本身 如果我们在句子里面使用 它的意思并不会是虽然 但是我们会看到许多类似的句子 我现在要举的这些例子 都是直接从别人写给我的email里面 找出来的 第一个句子是 My English ability is not good enough so I can't express my ideas even I have been learning for years 在这里我们其实应该要使用的是 even though My English ability is not good enough so I can't express my ideas even though I have been learning for years 如果我们只是用even本身 它的意思是去强调 在这里再提供一个也许比较容易理解的例句 Everyone knows this even I know this 所有的人都知道 甚至是连我都知道 那在这里的含义就是 我应该不是能够轻易取得这个讯息的人 但是连我都知道这个讯息 接下来再给大家另外一个例句 I feel very comfortable even I may not understand every part 同样的在这里 我们应该要使用的是even though I feel very comfortable even though I may not understand every part 无论是在我的YouTube频道 还是在我的Square One英文基础课程里 我们时常在讨论的一个概念 就是记字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注意到这一个字 实质上在英文是如何使用的 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 不要陷入更多的中翻音陷阱 而当你在使用even这一个字的时候 最好是停一下来检查 你是应该要使用even本身这一个字 单独使用吗 还是应该要结合其他的字 譬如说 even though even if even when even even as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组合 我们一定要看这一个句子的上下文 它的context 才能够做更好 更正确的决定 好 好